长期关注南岛羽族古语 人、土地、海洋关系的陶艺家王玉昕 日眼在石雕博物馆举行陶塑各展 以周族的古语发芽长根 透过打陀螺象征初春播种 祈求小米长大 唤醒大地迎来丰收 塑造出许多人与土地关系的创作 即日起展出到3月30号 喜欢陶塑艺术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任教于洞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的陶艺家王玉昕 日前在石雕博物馆第一企画室举行陶塑各展 时光比米喜 周族古语比米喜为种子生根发芽的意思 时有种植的意思 带来有发芽异象祈福的法器 以及唤醒土地打陀螺的陶塑作品 从大自然的观察 生命经验的隐喻及时光的蔓延播种 诉说着它的创作历程 我这一次展出总共16组作品 其中有几组作品就在诉说 怎么跟土地对话 那一个是49次旋转 还有神秘数字5 还有Yosunu就是打陀螺 还有另外一个叫旋转 这四组作品都是在讲陀螺 这次美采比较特殊的 是我除了用我惯用的泰巴朗的黏土之外 我还有到阿里山特富也的 Shöfgunana 这边采集黏土矿 这些都是大家口述传统里面说很久的说 我们以前的前人就是在哪边采土做淘气 做这些淘气是为了一整年需要 所使用的淘气 那还有我最惯用的瓷江 那瓷江我这次用了两个比较特殊的颜色 就是深咖啡色跟黑色 因为我想表达出那种还没天亮前的那种感觉 49次旋转是他该展中最喜欢的作品 上升他的人生就如同打转了49次的陀螺 呈现他49年来的不同生命阶段 在播种的时候人会跟土地对话 我相信在其他的农作比较少看到像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我把它称作为是人跟土地的古老契约 它的对话是用仪式的方式呈现 其实各个族群都有 那这次特地提起周族、布农族和阿梅族几个故事 是因为有几个部落 他们是已经住非常非常久都没有移动 所以就有相关的故事 那其中周族的部分 他不但有这个播种的时候有记忆 甚至在记忆之后还会打陀螺唤醒土地 唤醒在冬天还在睡觉的土地 就蛮泥人化 我觉得是蛮可爱的 然后唤醒土地 最主要是要让小米快点发芽、长根 然后才可以期待7月、8月的这个收获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用这次展览就这么一个主题 就是说如何的去播种 然后去相信土地跟土地对话 然后慢慢的打土螺一直到丰收 所以这是我这一次整个各载要说的事情 也运用泰巴郎采集来的土矿 烧制出一颗颗金色的桃球 象征小米带来的黄金、财富和希望的羽翼 期盼透过桃树 让观众看见人与土地的关系 即日起展出至3月30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接着展望远华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